欢迎来到TGN Star News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演员表现力报告出炉 苍蓝爵常委效应明显 王一博进入前三 娱乐圈的明星们总是有很多的话题引发网友们的关注 不知道网友们都喜欢哪位明星呢 在9月份你的偶像营业情况怎么样呢 10月12日 微博就公布了演员9月表现力报告榜单 快来看看前几名中有没有你的偶像吧 第五位诚意 这段时间诚意也是非常的出圈 电视剧一步接一步 从陈香如谢到底线 都受到了不少网友们的好评 特别是在陈香如谢中 他一人分饰三角 展现三个不同的性格 让人看到了他的演技 而到了底线中的周一安又是另一种形象 角色夸大之大让人惊叹 在9月中他共发博文22条 涨粉37万人 被互动量3269万次 文娱V指数打92.10分 第四位王俊凯 王俊凯这段时间也是作品不断 不过和诚意不同的他是电影作品不断 先是与马斯纯合作的段桥上线引发关注 后来又是与张艺的万里归图热播 万里归图更是拿到了国庆档的票房冠军 票房高达十几亿 在9月份王俊凯共发博文23条 涨粉7万 提及他的相关微博也就138万条 文娱V指数打92.23分 第三位于书心 说到于书心或许很多网友们会想到 《小兰花》《苍蓝爵》 确实是在8-9月份最火热的作品之一 这部剧一开播就引发了众多粉丝们的关注 《小兰花》与大魔王甜甜的爱情 更是让无数粉丝欲罢不能 直呼好磕 而于书心也凭借这部剧吃到了不少红利 从其表现力就可以得知 在9月他共发博文64条 涨粉81万 被互动量达1747万条 文娱V指数达93.01分 第二位王一博 在8月份王一博主演的电视剧《冰与火》也上线了 这部作品也是引发了不少人的关注 王一博在剧中的变现也是让不少网友们眼前一亮 他的隐忍式呼吸也上了热搜 可惜的是他的新作《长空之王》 由于一些原因临时改当 无法上线国庆当不然或许还有一些提升 在9月中王一博共发布26条博文 涨粉3万 被互动量2804万 文娱V指数达94.25分 第一位王赫帝 不得不感慨《苍蓝爵》 这部剧对于王赫帝的加成确实很大 8月份在热播的作品 即便是9月份依然能够看到其身影 而王赫帝也凭借这部剧成为了新进流量小声 资源更是提升了不少 从他的杂志销量和这段时间的热搜也可以看得出来 在9月王赫帝发博文43条 涨粉115万 被互动量更是高达2672万条 最终他的文娱V指数高达95.46分 拿到了9月表现力榜单的榜首位置 以上就是微博演员9月表现力榜单的前五位 不知道大家的偶像有没有位列其中呢 不过这也仅仅只是一时数据 演员还是要以作品为主导 希望他们能够奉献出更多优秀的作品 感谢您观看视频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以支持我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